阿海 回来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逼到这一步 好歹也是我把你从京深边缘救出来的 好歹我也真心为你想过 就算我有什么过错 你们曾经负起一场 你也不敢对我赶紧杀绝 阿海 你怎么了 什么负起一场 你还装 这是在我儿伙自焚 你造我烧死你自己 你真的跟雪晴好了 够了 段雪晴已经要跟我离婚了 你别再装了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真的是她的丈夫 你还装 我那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阿海 你为什么要骗我 阿海 你还装 你还装 你这个疯子 你跟陈幻平一样是个神经病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愿有头战有主 是陈幻平把你弄到精神病院 是段雪晴推你下楼 你为什么非得把一切都算在我头上 我爸 我爸 Bah 我爸 你和阿海 你一样的是 你一样的事 女朋友 说什么 然后抱着你 你说什么 那个 你 金陵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懷孕了 孩子是斷天朗的 金陵 這是藥 快吃了吧 你們幹什麼 放開我 我沒病 你們放開我 起來 你回答我 告訴我 告訴我 回答我 你告訴我 我想起來了 你們怎麼對我 怎麼利用我 怎麼折磨我 我全都想起來了 你恨 你變回從前的樣子 是罪有應得 你們活該 你們全都活該 你是罪有應得 管回你原來的位置 我活該 那斷天朗呢 斷雪晴呢 他們不用受到懲罰嗎 雪晴做的這一切 都是因為你 你才是罪魁禍首 那斷天朗呢 他沒有害過我 我承認他愛過你 為你付出過一切 可在你病了之後 他和珊珊去歐洲度蜜月 是他選擇放棄了你 拋棄了你 你懂嗎 陳華萍對你所做的一切 他都知情 他沒有阻止也沒有告訴你 媽 你這麼做可是在犯罪啊 要坐牢的 你沒有想過嗎 我是個精神病患者 想要避風塌 誰會準確我的法理責任 再說 為了我的孩子 為了你的婚姻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可以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你知道嗎 不擇手段 我不想再聽你說了 你好做為止 清靈 你太單純了 斷天老替他姐姐隱瞞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因為你慕清靈 對他來說只是壯大正態的一顆棋子 他需要的是你對香水的能力 就像雪芹需要我 是我的經營能力 我們都讓段佳人給利用了 不會的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那是因為你還迷戀這座大房子 你捨不得走吧 你胡說 你以為我是你 你別自明清告 你不相信斷天老片 是因為你想自欺其人 給自己一個可以留在這兒的理由 你胡說 放開 還有五個小時了 會計部說你還沒有任何動靜 是否落實 段雪芹 你別把我逼急了 你別忘了我手上還有王牌 苟急跳墙了 你以為我會怕你嗎 段雪芹 你做的哪一件事我不知道 你到時候把我逼急了 萬一一切公之於眾 我們一塊兒死 隨便去收好了 你有證據嗎 你看谁会信你 到时候我还可以告你一个诽谤 损害我的名誉 你别忘了 你弟弟段天狼 所有的一切他都执行 他可以替我作证 弟害你脑子进水了吧 天狼是我弟弟 他怎么可能站你那边 再说了 如果天狼肯背叛我 你跟清零也不会落到这个天地 怎么忘了我还有这张王妹 你说什么 喂 端天狼 我告诉你 清零现在在我手上 他现在已经清醒了 告诉你姐别想再害清零了 另外你姐用我的账户 炒股亏了一千万 你等我来替他还上 你让他别再利用我了 丁海 丁海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会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把手机还我 你 接电话 清零 红千对 总经理 正好 你叫财务部 打一千万到丁海帐上 一千万打给丁海 我没听错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要亲自跟他对质 你省省吧 你以为他会告訴你实话吗 不会让他跟我说实话的 给我 你以为他喜欢你 清零你清醒一点 跟我走 我会证明 就算你死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出手救你 因为你只是一颗棋子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会让你相信 给我 但我需要你配合 我会让你看清段天老 对你师父变心了 走 段经理 我这要去卖场找你呢 酒店的人找我干什么 是这样的 总经理吩咐 让财务部给丁经理打一千万 我不敢随便通知 所以小温问你 给丁海打一千万 对 起来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这件事情就当没有 好 喂 天狼 为什么给丁海打钱 姐 快让我的话做 把钱打给丁海 到底为什么 从丁海的话里 他好像绑架了清理 你快把钱打给他 什么 不会真的闹出人命吧 姐 快把钱打给他 我被绑架过 我知道绑架的滋味 有多可怕 行行行 马上照办 我们随时联系啊 你还得陪我把这齣戏演完 等断天老的钱到账 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把钱打给你 正好 你自己开判 你自己開判 小心点 陈海 我追上 你还没得到 插 我就不相信断天朗会指齐云安危于不顾 丁海 我不想再跟你浪费时间了 我要回家 别急 我们可以走了 去哪儿 回家吗 家 母亲领 你别忘了你已经没有家了 对了 你马上就能看清你不知道的事了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要回去了 母亲领 我已经告诉天狼我们在这里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 你哪儿都不准去 丁海 他怎么来了 我是开玩笑的 你在考验我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那我就不跑路了 眼给你看看 丁海 快住手 丁海 丁海 你干什么 别过来 你把他放了 事的如今为什么要我放了他 丁海 丁海 你误会我了 你赶紧放了他 别做傻事 你还不知道 他已经恢复了记忆 他会报复我们所有人 他会捣乱 他的存在只会让你更恨我 我不会恨你的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放了他吧 不放 放了他 原来你们都在利用我 段雪晴 别以为你出生名门 做的事情 没有一切上得了台面的 你 你妈 珊珊 你们都自明高人一等 做的事情比谁都没比 穿得光鲜亮丽 要个屁佣啊 你们干杯就不是人 放你人 我是在放你 你怎么会骂人呢 你 你怎么会骂人呢 你怎么会骂人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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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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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清凉 大哥 清凉 清凉 抓住永圈 我抓不到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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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凉 天狼 你不行 你运气来 救我 天狼 救我 救我 天狼 你们说一下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雪晴 杀死我了 爸 你一定要救我 别怕 我要回家 好了 你先坐啊 我先问我看 当时我就在旁边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是去那里拍照 我们是去那里拍照 不是什么事 是 她 她一不小心 就失足落水了 当时我们试图救她 加上我老婆她弟弟 突然心脏病发作 当时乱成一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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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快叫救回车 爸 你怎么了爸 爸 爸 手续都帮好了 都是我的错 你别太自责了 一切有我在 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刚才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帮我说话 那是个意外 本来就不是你的错 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学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以后不准再提 爸和天狼都需要你的照顾 薛医生 我爸没什么大碍吧 上次他大病以来 身体又一直没复原 不是交代过你们 要好好照顾他吗 我爸很严重吗 搞不好 随时有中风瘫痪的可能 什么 这么严重 拜托你们这次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知不知道 行 那我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会儿我都写下来给你 照我说 最好把苏南找回来 这些年 一直都是他在照顾你爸 再说他本来就是医生 懂医护 而且还能给你爸 心理上的安慰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吗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吧 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陪着你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地步 对不起了 七零 雪景对不起 我不该挪用公款 你能原谅我吗 爸知道了吗 放心吧 爸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挪用公款的钱 也没有受到损失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我得到消息说 山城将要跟实能合作 股票必然要大涨 所以我才挪用公款投资的 我得知你背着我 让刘承辉投资股票 所以找刘承辉 把钱拿了回来 你怎么会 我得知居士平这个老狐狸 跟两家石油公司同时合作 就料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阻止刘承辉 我们没有造成损失 刘承辉没有告诉我 是我让他承作的 原来你一直都信不过我 你当时的情况 你让我怎么信你 况且 是我的错 要不是你一直兜着我 这回我就大难临头了 没有给你和集团造成随时就好 但是 你怎么知道 山城一定不会跟实能合作 两家公司 它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吗 深深告诉我 说你背着我投资股票 怎么样 知道了事实真相 你有什么感觉 感动 还有感谢 谢谢你为了我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段雪晴 有你的 知道了一切真相 还设计个圈套让我钻 看来我是真的低估你了 雪晴 离婚的事 我希望你再想一想 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爸和天老 他们两个人现在都还没醒 我没有多余的心思 我们离婚的事情 就缓缓再说吧 好 我回去帮爸和天老拿些换洗的衣服 你一个人在这儿没问题吧 以后你可以相信我了吗 不管怎么样 我总算是渡过了这个难关 段雪晴 你有张良机 我有骨枪梯 你和我走着瞧 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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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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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呢 天老现在在哪儿 她失踪了 天老 医生说你不能激动 天老 你干什么 我去找她 天老 你已经昏离三天了 天老 天老 医生 天老 天老 医生 天老 医生 医生 快来人 医生 就叫了 我们用给你 desired 是 有你的把柄之后 我什么都不怕 你这是 我已经好了 我要出院 你呀 别不耐烦 我也不想看到你 集团的事就交给孩子们吧 你总不能负责一辈子 是不是 我还头一次听你说这种话 怎么 我情况很糟糕吗 离糟糕不远了 如果才出现一点闪失的话 对了 天狼怎么样 没事吧 你们父子俩简直一个样 都不注意照顾自己 病还没好就超超着要出院 这不 人又不在病房了 珊珊 爸 天狼呢 他去码头了 码头 他说救援队没找到清零的尸体 就说明清零还活着 所以他在码头等清零回来 珊珊 你还能坚持吗 爸 你什么意思啊 珊珊 委屈你了 秦林 妈 你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知道妈妈都担心死了 你慢点 慢点 能行吗 我给你借点水啊 妈 我记得 我好像掉到水里了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别着急 我慢慢告诉你 那天我在段家门口 看到你和丁海匆匆离开 我赶到码头 刚好看到老鱼把你救起 结果你一直都在昏迷 还好 还好 你现在醒过来了 太好了 都是妈妈不好 妈 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我本以为 我离开段振华 他会让你和天朗在一起 妈 幸好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 怎么了 你们当时发生什么事了 天哪 救我 救我 妈妈不问了啊 不问了 你先休息 来 慢慢躺下 天海 你也才正好 天狼 你怎么不在医院待这个 告诉我 是怎么回事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零为什么会掉进海里 你告诉我 她已经想起你和她的关系了 你说什么 清零已经慢慢恢复记忆 她想起你和她的事情 但仅止于此 其他的部分没有任何进展 她听说你和珊珊结婚的事情 所以心里很混乱 她要我带她去海边 想测试你 不可能 那天你明明说你绑架了她 是清零要我这么说的 她要我带她去海边测试你 我当然不愿意 但她以死相逼 你说我不愿意的话 她就跳海 你撒谎 你别忘了 你还向我要过赎金呢 我不这么说你会信吗 段天狼 你冷静一点 我跟雪芹已经被这个事情 折腾得够呛了 我当然希望她赶紧恢复记忆 跟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这么想有错吗 可结果呢 她掉进了海里 现在生死为父 天狼 天狼 丁海说的都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清零的主意 根本就没有什么绑架 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千万 你要不信可以查一下公司的账户 根本就没有钱转到丁海的账上 这一切都是因为 清零的思维混乱 她一方面 一方面认为丁海是她老公 另一方面都想起你们的感情 所以才搞出这么一场恶作剧的 你说这是恶作剧 那她为什么会坠海 那天我去的时候 她的思维已经非常混乱了 她忘了她本来的目的 还以为我是去抢她老公的 清零当时精神失常 可能还没摆脱 幻平阿姨的药物控制 她一看到雪芯就冲上去打她 你说我能不阻止吗 她一看到我护着雪芯 她就疯了 又闹又跳的 然后不小心失足落海了 天狼 发生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可是既然这样了 你也不能怪我们呢 天狼 你身体也不太好 赶紧回医院吧 不 不 我要去找清零 清零 她不可能活着了 不 她不会有事 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 我会找到她 我会听她亲口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离开段江后去了法国 在那里 我一直都牵挂着你 幸亏莉莉把我和奶奶的遭遇 告诉了你 我得知一切后 立刻回国赶到了段江 把我们逼到巨无定所的 是段江 让我和奶奶阴阳相隔的 也是他们 现在 连我实现梦想的时间都不给我 妈 我不想再见他们了 好 以后啊 妈妈陪着你 我们会幸福的 你们好 打扰一下 请问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没见过 谢谢 没事 这位兄弟 打扰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 没见过 谢谢 妈 天狼呢 又出去了 天狼已经无故矿工一个多星期了 徐董和张董向我抱怨了好几次 怎么办 总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巴 雪晴 пош 走 我 买了 我 为什么 她 不 你 找我 你 事 你 什么 有 你 我 嗯 我 很 还 你 没问题 没问题 妈 回来了 妈 我知道怎么改良我的香水了 是吗 今天渔民在上渔耳的时候 加了好多中草药 什么排草 郁金香松 所以 这鱼儿的味道就有持久的穿透力 我想了 以后我们做香水也可以加中草药 也可以更持久啊 所以 我准备研制一款这样的香水 就叫海植香怎么样 我女儿天生就是一个制作香水的天才 不过 要是加中草药的话我可不太懂 你得帮我 那妈妈懂啊 一定会帮你的 来 吃点东西 真不敢相信 一个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孩子 有这么高的志向天赋 我该重新为她设计未来的蓝图了 这些是我还没有处理完的文件 你都知道 按原计划进行就行 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 之前 你在爸那里被扣了很多分 希望趁这次机会能够追上来 雪晶 你原谅我了 太好了 你终于可以原谅我了 别想得太美 你还在观察期 我一定好好表现 现在天狼每天去找清凌 我真担心 如果清凌她 如果清凌她 她还活着 她会不会告诉警察 是我推她下海 不 那天风浪太大 船颠簸得太厉害 加上她自己没站稳 不然凭你的力气 不可能把她推下海 还有我说过这件事情 谁都不准再提了 这是个意外 如果清凌 真的还活着的话 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 只要我们俩统一口径 就不可能会有问题 那我先回酒店了 你忙吧 恭喜你 终于回到酒店了 我知道那是你的梦想所在 只是暂时的 没什么好高兴的 我先走了 不愿意 虽然是暂时的 但也有可能把它变成永远 段雪晴的椅子 应该更舒服吧 你好 请问你见过照片吗 知道 什么 没见过 真的没见过 谢谢 清凌 清凌 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段天朗他来了 天朗 他怎么会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啊 你想见他吗 我不想见他 你确定 那好 我们走 清凌 可怜的孩子 苏南 我该怎么向你交代 天朗一心想找清凌 根本没心思工作 丁还有不可靠 苏南 你到底在哪里啊 清清 天朗 有他们的消息了吗 你看看 爸还没休息 薛医生跟我说 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随时都有可能中风瘫痪 天朗 你不觉得爸已经老了吗 爸 还没休息 回来了 怎么 还没有清凌的消息吗 爸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您的心思 一定在清凌那里 天朗 我放你一个月的假 这一个月里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去找清凌 但一个月之后 寻找结果不论是什么 你都要必须回酒店工作 一个月 你已经荒废了很多的时间 你已经荒废了很多的时间 怎么样 能答应吗 爸 我答应你 一个月之后 不管找不找得到 我都会回来工作 好 一个月之后 段天朗就要回酒店 到时候段雪芹 还得回正台百货 那我呢 又被打回原形 断着话 你这个老狐狸 有需要的时候 就利用我 用不着了 就把我踢走 天底下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现在正是你抓住天朗的好机会 抓住天朗 怎么抓 以前他好歹在家 能见到他 可他现在不在家 想见他一面都难 天朗伤心是必然的 你就多理解一下 等过段时间 他自然就忘了 我倒是要说说你珊珊 你怀孕可是超过三个月了 最近家里事情太多 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你的肚子 我想 天朗早就忘记我是孕妇这件事情 我到生的时候肚子都没大起来 他都不会看到的 他心里只有那个母亲里 你就不担心爸问题吗 那我怎么办 在肚子里塞个枕头吗 在肚子里塞个枕头 就不会被人看穿吗 我的意思 是要你真怀孕才行 真怀孕 薛心姐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从结婚到现在 段天朗压根连碰都没碰我 我想这辈子都不会怀孕 天朗 天朗 拜托你 无论听到什么都别激动 想想爸 别让他担心了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你知道了还帮着他来骗我 要不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谎言 我早就和秦玲在一起了 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一切 对不起天朗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可是你别着急 当心身体 身体最重要 来 小翔 我们明天就离婚 天朗 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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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朗 天朗已经知道了 你就别插手了 你让他们自己解决 最近家里事情太多了 我不想要家里再出事情了 工作和事业的事情 已经让你够累了 雪晴 你需要多休息 管不了的事你就别管了 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我去找天朗和珊珊谈一谈 你早点休息 天朗现在心不在焉的 集团的事还都得靠你呢 好了 我去看一下 天机梁 注意身体 没想到最后 在我居珊珊身边的 竟是我平时最瞧不起的人 看来我看人的眼光 真的是有问题 我说过我们在段家的处境 差不多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可以跟我谈一谈吗 现在根本就由不得我 现在根本就由不得我 在段天朗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破坏他幸福的罪人 这是什么 这是清零的笔迹 看出来了 这是清零写给段天朗的情书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那天我看见段天朗和清零一前一后 从书房走出来 就有所怀疑 我猜清零 其实早就恢复记忆了 你不也这样怀疑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两个就暗通宽去 勾结在一起了 怎么会这样 清零想要报复我们 所以假装失忆 天朗爱她 所以就由着她演戏 没错 一定是这样 看来我真的是没猜错 你不用觉得李辉 该心虚的 是那对狗男女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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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会提前 你们在我 清零 我不会放弃 不论你在哪 我都会找到你 爸 你怎么这么晚还回来呀 跟天狼吵架了 你怎么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 爸 你要替我做主啊 发生什么事了 段天狼他知道我假怀孕的事了 还说要跟我离婚 可是他自己早就背着我 偷偷地跟沐清凌在一起了 沐清凌 他不是已经失忆了吗 和雪晴的老公在一起吗 没有 他是装的 其实他早就恢复记忆了 一直瞒着我们 把我们都给骗了 爸 你看 这就是他和天狼偷情的证据 这什么呀 沐清凌写给天狼的情诗 这个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丁海给我的 丁海 雪晴的老公 对 爸 现在他们证据都有了 爸 你得帮帮我 不能被他们两个 拜拜这么给耍了 他敢 谁要是敢欺负我 居士平的女儿 我让他付出代价 丁海 他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 他在打珊珊的主意 还是说 我排兵部阵了这么久 终于能找到回伍的那把刀了 我排兵部阵了这么久 爸 你说什么呢 宝贝 你放心吧 你就等着看吧 爸 天狼给我打电话了 我怎么办 先晾着他 不用理他 爸 天狼给我发微信书 让我明天到民政局跟他离婚 你夫妻 宝贝 你最近哪儿都不要去 又待在家里 也不要去段家 更不要见段家的任何人 段天狼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进来 虚董 很意外吗 不会不会 请坐 听说今天雪晴不在 我上来看看你 我给您倒杯茶 你看看这个 这是沐清凌写给天朗的经书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珊珊呢 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在他俩身上出现 快让他俩吵架 我只是不忍心珊珊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们骗了珊珊 但却是珊珊在自责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公平了 我知道 那你是在为珊珊打包不平了 为什么 你是段雪晴的老公 段正华的女婿 这里头又是正太的地方 怎么想你都应该站在段正华的身边 你站在珊珊这边 那不就成了吃里扒外了吗 据叔叔说的没错 正在我的立场 我本应该对段家人忠心不二 但除了情我还有点良知 这一次是天朗和清零过分了 好 好 听说正太百货现在由你暂管 不过 你现在还窝在这个投资部的办公室里头 你心里一定觉得很委屈很难受吧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 也换到总经理办公室的情景 这是任何人 你只要怀疑 你自行公铛 我会抓生死 就是历史上的 原来 居叔叔早已经把我摸了个透啊 既然我在你面前无所遁形 那我也就不跟你装了 我想你该听珊珊说了 段家关系复杂 我这个段家女婿 就像在如履薄冰 所以我特别理解 珊珊要一直假装怀孕的策略 我跟她同样是天涯沦落人 好好好 你攻击的方法是免礼藏针 我很欣赏 丁海 跟我合作怎么样 合作 山城会正叹 你不要装糊涂 我说的是你我两个人 我的道比你宽 跟我在一起发财 总比你窝在这个位子上要快得多吧 怎么会打准你 这么快 你不必须好啊 鸟青 你很懒惰 你不必须好啊 谁担心 但这三个不太小 就很不愿意 从你妈那儿学来的招数 我得用在你身上 怎么样 东西带来了吗 就两瓶啊 两瓶还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 你要这个中枢兴奋剂干什么 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最近太累了 连夜工作 亢奋起来就好几宿睡不着觉 亢奋 可以吃几粒古维素啊 但那个药也不能多吃 我现在压力太大 导致神经衰弱 我现在不管喝多少咖啡 都已经不管用了 还好有你这个路子广的朋友 你这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 白天忙宫事 晚上回家还要忙私事 别搞坏自己的身体 去 赶紧拿钱走人 嗯 谢了 我走了 好 工作呢 我走了 我走了 我冲上我 不是 我冲上你 在习乘乘身上 你已经是在习乘身上 出品了 优优兵 当时就ちょ鱼 那是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我们还是在习乘身上 我们在习乘转 我们就去上班吧 你不可能 就是这次 你不可能 怎么办 我可以不可能 许多一天 累了吗 累啊 桌上的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我今天经过药店的时候 买的一些保健品 因为我不懂这些 所以店员推荐的我就全买了 保健品 店员说这些 对女人的皮肤特别好 前两天你不是说 熬夜皮肤不好吗 所以我就想着帮你都买了 这阵子家里经历那么多事情 我才深刻地体验到 天大地大 身体健康最大 所以 所以呢 为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一块吃 一起保养身体 来 身体健康最重要 为了健康 你多喝点水啊 还有为了我老婆美丽永驻 你最希望 好 好 谢谢老公 那行啊老公 我先去洗澡了吧 你忙吧 你好 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见过赵平昌这两个人 没见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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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打扰一下 你帮我看看 有没有见过赵平昌这两个人 没见过 你再帮我仔细看一看 真没见过 谢谢 但是旁边那大姐好像见过 您说她这位吗 对 在哪儿 什么时候 就是那天 那女孩落水那天 那 那个女孩只好救起来了吗 不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苏南 苏南在吗 你是苏南 我是她女儿 这是从法国借来的国际邮件 千手一下 国际邮件 对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什么邮件呀 妈 谁寄来的 是什么法国香水学校寄的 太好了 终于到了 你知道这事儿 你知道这事儿 我当然知道 这是法国季方单若乐学校 邀请你去交流访问哪 你可以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你的资料早就寄给他们了 他们说你就是制作香水的天才 太好了 他们这么认可我啊 当然了 你可以去学习半年 清玲啊 这下子你可以脱胎换骨了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学半年 怎么 你不想去 没有 我想去 反正 现在也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 我们一起去法国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对 我们重新开始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吗 这那是宋南租了那里的房子 什么时候的事 是 是宋南没错的 他是九月十三号来的 租到南华小区 15栋508市 我看看 九月十三号 九月十四号 今天就出事了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爸 有宋南阿姨的消息了 九月十三号 他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寓 租了这间房子 我现在就过去找他们 好 你把地址给我 我过去接他 爸 你就在家里待着吧 我找到他们之后 就把他们带回去 好 段先生你来了 你好 怎么样 他交了半个月的房租 住了一天 就匆匆忙忙地搬走了 那他人呢 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那 这个人你见过吗 没有 确定吗 确定 非常确定 谢谢 挨等一下 我想起来了 他走之前 我有问过他一句 他说他要去黄塘 黄塘 黄塘是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海边的渔村 你可以去那里找找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荒唐 荒唐 有人吗 苏南阿姨 清零 你们在吗 你们知道谁呀 我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你这里 对 就住这儿 他们人呢 去九鱼码头了 找我弟去了 九鱼码头找你弟 鱼盔 你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叔叔 老鱼 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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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俩俩啊 我们要走了 今天来跟你道个别的 这好好的 怎么说走就走啊 我要带我女儿去法国上学 我们一起去 鱼叔叔 谢谢您这段时间 对我和我妈妈的照顾 您的大恩大德 我会记在心里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快别这么客气 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鱼 这是我们母女的一点心意 你一定得收下 这这这不能收啊 你一定得收下 我做这个也不是图这个东西 我知道 可是这些日子多亏了你 没有你 就没有我们母女的今天 我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一点点心意 收下收下 收下吧 对对对 孩子都说了 你收着吧 那我们走了 告别了 回头再来看你啊 鱼叔叔再见 保 保重啊 不不若 不算算甜甜人生的绿装 细细了那荒废的心情 成功或是埋伐 都要勇敢面对 告诉自己不再哭泣 请问 您是鱼盔先生吗 您是 您找我有事 您好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今天有没有一位 叫苏楠的女士 来找过您 哦 她们刚走 刚走 那您知道她们去哪儿了吗 说是清陵上大学 去 去机场的路上 刚走 你没碰到她们吗 多谢啊 来 我现在一想到段家 就有无穷无尽的悔和恨 清凌 仇恨只会让你更痛苦 不要这么折磨自己了 以后的日子 妈妈陪着你 我们会幸福的 对男人的苦 嗯 嗯 即使热衣的翅膀 我也要泪伤 相信自己绝不屈服 哦 绝不放弃 我绝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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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副董 别让孩子这么辛苦 钱是赚不完的 身体要紧 那麻烦你了 丁海 送我薛医生 好 薛星 我看你气死也不是很好 你最近要多注意休息啊 谢谢薛医生 我没事 谢谢啊 爸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美国总部 要我们这边的负责人 过去开会 你伯父的意思是 让天朗去 你和他这个样子 肯定是不行了 爸 要不我替天朗去吧 不行 国内集团的业务 都在你身上 你肯定走不开的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可是您的身体也不好啊 薛星 我把集团和天朗 就都托付给你了 你要看好他们 不能有半点陕食 嗯 爸 您放心吧 我给大家看好 真好 对呀 一切都没看好 我用在水封 我拿着水封 事迹到了 段雪晴 开始吧 你怎么啦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 我就是昨天没睡好 爸 你坐 我说怎么求了半天门 你还是听不见的 你呀 应该注意身体 那些工作可以交给手下人 多干一点吗 你放心吧 爸 我已经叫丁海过来包我了 丁海 你们最近怎么样 还不错 秦林走了 我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但愿如此吧 爸 你来酒店干什么 我出发下来看看你 你看你最近的状态 怎么这么差 整天迷迷糊糊的老走身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这个时候 你可千万别病倒 找时间到医院看看 爸 你就放心吧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昨天没睡好 雪晴 爸 你也来了 我给雪晴买了些甜点 一块吃吧 我真的不干吗 是 我可以吃饭 你就是给你吃饭 不是可以 来 来 给 你看看你 瘦得脸都凹了 纸早睡 纸早睡 醒了 嗯 好 那 那我们开始干活了 走 干活了 这些是酒店的文件 还有这些 这份是客房部的装修报告 我已经改成了部分装修 轮流执行了 这份是SPA区和游泳馆 做出的调整 接下来还有 这是正太百货 做出修改之后 要追加的资金申请 我去趟洗手间 其他的文件我等会儿再看吧 你也赶紧回去工作吧 这些签好的我帮你交给吴秘书吧 好啊 我无法理解 吴秘书 我需要 你终于把股份让给我了 冷静一点 丁海 这才只是开始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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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因此